總共我們D&D等於是D&D第五次上課 剛剛講到那個飯店部分的話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有關AGODA的部分 我剛剛看一下 目前的話我總共兩年內 總共有26筆訂單 那你說AGODA有什麼優惠 當然如果將來你們在訂房網站上面 如果你的訂房的次數比較多的話 其實相對還是比較划算 有的時候他突然會跳出一個 突然我覺得 好像 撿到便宜的感覺 所以突然就問我老婆 要不要去哪邊住 然後他覺得好OK啊那就出發了 就感覺還蠻好的 那當然像我的習慣是不要一窩瘋啦 因為像現在 廉價的時候你會發現 廉價的時候就是飯店最賺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價錢是抬得非常高 所以有時候 反而那個那個價錢引不起我的興趣 那 如果你要查那個住宿的話 其實在Google地圖上面也會顯示一堆的 上面其實也可以讓你去 找到你需要的飯店 你會發現現在 飯店業已經非常的競爭了 而且很多東西資訊都非常的公開透明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 評價很差的話 只要一個負貧 其實就會造成 你你生意就會有影響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店家 都會非常在乎說 他的負貧 甚至 像有一些餐飲業吧 甚至還會 裝一些攝影機 只要有人打 甚至還知道 誰給他打負貧 他還會馬上澄清一下 不然的話會造成很大的風波 之前還有因為什麼負貧的關係 起一個負貧,然後造成他的店面就收起來了 其實影響也蠻大的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道題目 那這一道題目的話基本上 就是總共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年齡 而且年齡最後呢 如果我要顯示是幾歲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說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地方 我如果要算 幾歲的話 那 首先你要知道幾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那我怎麼知道 就是 今天 今年是哪一年 今年是哪一年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一爾函數 取得 另外的話生日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 把今年 今年 如果假設 理論上應該是 要去抓到今年是哪一年 但是如果我們另外一個公司 假設確定今年是 2022的話 我們就先直接就打上去 另外的話他減掉哪一年 減掉1968 可是如果要取得1968的話 有沒有 那怎麼取得1968 這邊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打1968 1968 底下不是每個公司都要自己打嗎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在插入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 就是 在那個日期時間裡面有一個函數叫做 一爾 一爾的話 就是說抓取 年裡面 就是日期裡面的年的部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一個 這個指的是 你的日期在哪裡 日期在這裡 OK 那你會發現他回來 1968 有沒有 所以 實際上就是一爾把它刮胡 B2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 幾歲 但是你會發現 他回來的結果 居然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日期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裡面你只要有日期 他可能會誤判說 你裡面應該 裡面是一個日期 所以這個是一個誤判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如果假設他誤判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再修正 那怎麼修正呢 很簡單 你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儲存格格式 你只要把它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就出現 54歲出現了 除了這個地方 按右鍵 除了格式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比較 簡單的 快速的位置 其實在哪裡 在常用這個頁面裡面 這邊也有啦 這個其實也是 可以直接調整 有沒有 他這邊是變日期格式 也就要誤判 以為你這邊是日期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 這邊點一下也可以啦 點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通用格式 或者叫 一般 一般 有沒有他就回來了 一般格式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通用格式 OK 這樣也可以啦 反正在eSale裡面很多地方 可以去修正的 那這樣的話你把它向下填滿 那他們所有的歲數呢 全部都算出來了 這個資料是比較舊一點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70歲的 還有67歲 好像年紀都比較大一點 第一個 就是用 這個year 去取得 他的 生日的年的部分 但是呢 這邊當然呢 有一些問題啦 比如說他生日還沒到 你卻 算他生日到的話 那當然很容易就算錯 所以如果另外一個邏輯是 如果我要真的 他生日到 才算是 滿 一歲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一耳 那你要用哪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能要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叫做 Dedif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在 日期時間裡面 但是 跟各位講一下 Dedif這個函數非常好用 可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呢 在插入函數裡面的清單 你是找不到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這個找 那找不到 可是你想說找不到 那我怎麼去 輸入這個公式呢 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就是你必須要自己打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這邊 他清單裡面沒有呢 沒有這個叫 Dedif加 Dedif Dedif 那為什麼沒有這個呢 這個這麼好用 為什麼 他沒有放進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Dedif這個函數 有一個歷史 這個已經很久遠了 因為這個函數 最早是在 在Excel的前身 叫Lotus123 Lotus123的話其實很久了 至少30年前 以前的人還在用 以前在DOS 黑白的環境底下 人家是用Lotus123 那後來因為有Windows 有Excel 所以就把它取代了 那在Lotus123裡面 有這個Dedif 很好用 可是呢 這個是 Lotus123的專利 他不能直接把它放進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相容模式 所謂的相容模式就是 你不要幫我放到清單 但是另外你可以直接用打的 那怎麼打 打一個Dedif Ded 加Dif 錢瓜糊 然後Dedif呢 你需要給他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說 他的生日 意思就是比較前面的 日期 逗點 今天的日期 那今天日期 特別之外你就用today today 記得後面加一個小瓜糊 today加小瓜糊 你就會抓到今天的日 年月日 再逗點 那你要比較什麼呢 比較年的部分 那就Y OK 那這樣的話就OK了 Dedif 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 比什麼 比年的部分 Enter 那你會發現 剛剛應該53 奇怪他有沒有 剛剛不是54嗎 未必有53 因為他6月11 還沒到 所以他還沒滿 那4月應該也沒到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 都會減一歲 好那請各位 試一下 這個部分 那Dedif的公式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怕 這個 輸入忘記公式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那個後面的部分 吼